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 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棋同排决赛中 中国选手于宋战胜韩国选手金明珍获得铜牌 这也是中国军团在里约的第14枚铜牌 2016年欧洲柔道公开赛罗马战 78公斤以上棋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于宋获得冠军 赛场上的女汉子内心住着一个爱笑的女孩 爱笑的女孩最幸运 感谢于宋为祖国赢得这枚来之不易的奖牌 为他送上我们的掌声与喝彩 大家好 我是于宋 今天是巴西时间8月12日的晚上9点半 离我比赛结束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 这次比赛呢是我第一次经历奥运会 虽然有一些遗憾没有拿到冠军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了 我享受了 我觉得足够了 欢迎来到浙江卫视 背影美中国冠军范 有请主持人沈涛 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也感谢各位关注全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为您呈现的背影美中国冠军范 背影美为中国队加油 本篮目由背影美冠军宝贝奶粉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 那可是一位有分量的选手 他从事的一个项目呢 看似特别的强悍 但其实啊很有观赏性 又非常的注重礼仪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柔道女将于宋 柔道女将于宋 这边 这个装扮我好意外 好意外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太惊喜了 这个差别太大了吧 是吗 自己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因为平时绝大部分时候都是穿浓装 没有机会穿这样的变装 所以今天感觉很 有一点知性的美 知性的美 但是在节目开录之前 我听到咱们服装师偷偷跟我说 说 哎呀帮余松找衣服 不太好找 太费劲了 不太好找 但是你会不会有的时候 跟我一样 特别羡慕那些 练成倒三角的男子或者女子 就是特别健美的那种 会吗 不会啊 我觉得自信最重要吧 自己什么样的状态 都是最好的状态啊 我是一个自信的胖子 活得开心就好 对 是吧 对 老公也不会提要求 比如说你们俩去逛街 逛着逛着 老公的眼睛 就突然飘到了某位身材 还不错的姑娘的身上 会吗 不可能吧 一般这个时候 他就会想起他烈的那个 就是有一些家教 我总觉得我老公的眼 眼神都在我身上呢 不许撒粮食啊 不许到处撒粮食 看得出来就是比赛完了之后 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是放松了很多的 对 来到这个节目 我感觉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我也想通了吧 之前可能奥运的这个 首秀压力还是有点大 其实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正78这个项目 就中国传统的优势项目 我觉得我有这个希望 有这个能力 去拿到奥运会这块金牌 所以对自己也是要求 也是比较高 觉得可以承担起这个 捍卫中国女柔的这个荣誉 但是当你没拿下来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是 当时就觉得好像 对不起很多人 其实我特别不希望 让大家失望 但是可能自己也是肩负的 这个压力太大了 特别太想拿了 所以在关键场次的时候 自己心态就是没处理好 没有把握好 这就是比赛吧 这就是奥运会 奥林匹克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这个过程 我经历了 我也享受了 我也值了 希望在今天的这个 杯美中国冠军范当中 你可以更好地享受到 运动所能够带给你的 这个快乐 因为接下来 马上要进入的这个环节 将会展现出你强大的实力 来震撼全场 各位 马上进入全能冠军赛 谢谢 马上来到的就是我们的 全能冠军赛了 首先掌声欢迎出 助力使者叶一圈 接下来呢 欢迎助力使者刘伟 今天在此实力登场 对你们的对手 是异常的强大 第一个游戏要考验的呢 是灵活性和反应力 问问一诵 灵活性 反应力 自己觉得怎么样 肯定比你们强 有杀气 有可能 其余的我不敢说 我很厉害 但我觉得 反应你就不要 反应能力和巧劲 我还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是个舞蹈 我的整个人心里 是很活动的 结果体力 你们一会儿要比速度 你们俩先试一下好不好 就那个打手的那个游戏 特别考验反应能力 你是说哪个打手 就这个 干嘛呀 干嘛呀 打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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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要进行的第一个游戏是 灵活传送 鱼宋实力展示 灵活传送 游戏规则 参赛者以坐姿的动作 一字越过放置在木板上的小球 用时最少 小球保存数量最多的获胜 不许碰到小球 如果碰到一颗 我要加五秒钟的时间 同样告诉你们的是 这轮比赛过后 失败的一方 是要接受惩罚的 依然很惨烈 惨绝人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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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坏了吧 哎呦 姐姐 你展现了什么叫 输在起跑线上 他现在已经 彻底要征服我了 震慑到你了 可以了吗 二位 哎 看来我们这队 只有靠我来拯救了 你们俩谁先来 他呗 他要不行 我再来补 没问题 我先来 因为你是一个 舞者 他几乎已经耗尽了体力 东瓦虾 好 来来来 三 二 一 开始 除了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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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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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跨 快 快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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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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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 登上 注意你的完美落幕 按照规则 蹦下四个球要加十二十秒钟 留为最终成绩 各位 四十一秒七九 太棒了 加了二十秒 不然还行二十秒左右 接下来 妈妈加油 三 二 一 开始 三 二 不要碰到球 目前非常的平稳 快了 快了 你刚才是四十一秒七九 不用再瞅不我的了 你猜猜倩倩用了多少 十五 十秒七九 应该不会吧 猜猜自我判断一下成绩 差不多 十 十五秒 十五秒 最终 叶仪倩本轮成绩为 十一秒六八 我才是一个灵活的舞蹈员 好 好 走 继续 续位 好 好 有点挤啊 我都酷得深 加油 加油 准备 3 2 1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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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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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比较破桑的感觉 谢谢 谢谢 好棒好棒 刘维偷偷地过来看了一眼 我也偷偷地看了一眼 你自己猜一下 你觉得他刚才已经够快了吗 够快了 几乎是人类的极限了 对 人类的极限 那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概念 是的 他在奥林匹斯山上 奥林匹斯山上 都是会有雕像的 真的 当然 哇 那个山在哪里啊 哈哈哈哈 没错 你的最终成绩 是 三方频道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歌声 10秒25 哇 好棒好棒 5 3 5 3 5 3 2 1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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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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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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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可以 好棒 刘伟的脚步是为了有一些颤抖 但她执着前行 加油 真的可以 你好棒 加油 还好吗 还好吗 还行吗 还好吗 你真的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了 如果拿瓶王老吉 王老吉 我有点上火 怕上火 就喝王老吉 从现在开始 我不觉得你是个单子儿了 是不是 你是一个超级单子儿 我是不是有力量的单子儿 你要赶紧恢复体能 因为刚才只是一个入门级的游戏 还没有这样 而接下来那个游戏 我相信余颂将会展现出她的真正实力 各位 下一个游戏 叫做是柔道猜词 柔道猜词 游戏规则 两位参赛者比赛 参赛者 叫穿脚底有字的白色袜子 参赛双方 需要想办法 看到对方脚底的字 最先说出对方脚底字的参赛者 极为胜利 就是我把她撂倒的同时 还要看到她的脚底 对 所以说这个游戏 应该是我跟叶一倩玩 是吗 不是啊 那你继续 这样啊 我左右手刻一双袜子 你们俩先来选选 看哪个词 归你 随便来一双吗 爱咋地咋地吧 这双就是余颂的 来 请到两边 穿上袜子 我先看看 这两个字看完了 另外两个字 应该就知道了吧 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赢 刘维在忐忑中穿 刘维要记住 你是个单子 我现在就是个loser 他打算用另外的一种策略 哎呦 哎呦 你敢抠起 哎呦拜扬 你敢抠起 哎呦拜扬 哈哈哈 这就是吓掉 脚底别露出来 脚底 哦 脚底不能露出来 双方选手 准备就绪了吗 准备就绪了吗 好像就绪了 哈哈 哈哈 三二一 开始 刘维有一个策略 跑也是可以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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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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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北京死死的被按在了地上 不要再叫 好 放手吃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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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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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写的姿啊 这是谁写的姿啊 余总因为没有看清 我换了一个 自信制服刘伟 余总答案是 把刀交住 回答就是 刘伟你全程摸到过余总的脚吗 我还真摸到过 摸到过 但是真的就是摸 然后呢 我移都移不开 我刚触摸到她的脚 突然间 哎呀妈呀 一下子就过来了 我觉得我一个人真是不行 不行 难道要两个人 我给你个机会好不好 你观众里边挑一个人 两个人一起对她 这是我找来的这位外员 我非常的自信 真的吗 刘伟 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位巴西的朋友 就算看到中文 他也不会读出来的 哦 所以 你 你找错人了 对呀 但有策略 你就让她负责对抗 你去负责看字 可是我不会说不得雅语 你 你 你 和她 我 我 看她的背景 好吗 好吗 这位巴西的朋友 英文也不好 双方 好 互致敬意 哦 巴西朋友贴走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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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比赛 开始 刘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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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他跑得比你还死吧 巴西的朋友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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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巴西的朋友 打算看一次 你这朋友看 你这朋友看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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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大声的说出来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吗 巴西的朋友加油 加油 加油 我害怕错了 给她看 给她看 不要往嘴里塞 不要往嘴里塞 巴西的朋友 不要往刘伟嘴里塞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走 刘伟是不是彻底制服了 巴西的朋友 巴西的朋友 你这双袜子上 其实是整场了 给我一下 整场比赛的精髓 就是这双袜子上 有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 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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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另外两个字也给你 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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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非常棒 非常棒 谢谢 谢谢 所以余颂已经看到答案了 刘伟毫无反抗的能力 我是不是已经脱妆了 你已经发型乱了 你都不是脱妆了 你已经脱象了 接受惩罚 你们队 要任意选择一个人公主抱 10秒钟 那要不就让他抱我吧 他抱你 但是只是抱我就行了 不要再塞袜子了 对 你跟他描述一下 Hello Nice to meet you You Dress like this and smile t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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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is okay take care of me I'm so happy 啊 我说来就来 这样子10秒 他冲动你的这个发令了 他面带微笑 是的 我能感觉到他的颤抖 Thank you Thank you China Thank you Brazil 好 10秒到了 Thank you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位巴西地朋友 好了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柔道的魅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生活当中呢 也有很多时机可以应用的一些地方 所以呢 我相信 无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对于于宋 对于这个柔道这项运动的好奇心 也在不断地增强过程当中 今天就从全世界各地来到现场的柔道的爱好者 以及于宋的粉丝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冠军见面会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冠军见面会 你也看到了 维维和倩倩已经率领着你的粉丝团 在对面严震以待 哇 这就是我们的那里 其实一直对这个粉丝团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 他们问的问题经常会让很多来到这个节目的嘉宾下不了台 你做好准备了 是个准备的 一言不合 咱就动手 算了吧 我们要先走了 回来 回来 准备好提问了 想提问的举手 第一个问题 让我看看 我选吴哲吧 吴哲问 我第一个问题是代表广大已婚男性来提问的 像我老婆这样身材较小的人 在家里跟我闹矛盾的时候 都可以把我吊打了 那我想问一下 像您 余老师您这样身形健硕的姑娘 然后在家里面如果跟老公有矛盾的话 是不是一言不合上去就动手 没有 我们首先还是以德服人 服不了再动手 在电上间 真的会这样吗 会 因为没有说的就是是因为吵架什么的 是因为可能之前备战一些比赛的时候 我老公可能会就是陪我训练啊 给我 对 公报丝绸一下 那你们在这个搏斗的过程当中 是你占上风还是他占上风 呃 其实 其实他是让着我 如果真摔的话 我肯定是 肯定是不好摔他 但是为了让我提高吧 还是会让着我一些 你看 在家里平时半个嘴 居然还是为了让他提高 对 这个动机是很好的 结局是很惨烈的 对 很惨 最惨烈的一次是 有一次也是在配合训练的时候 然后他给我教一下动作 然后我以为他是要跟我来针的 然后我也是使劲顶了一下 结果他的尾骨就裂了 哦 哦 他只是说我就顶了一下 我已经裂了 那你们家里的这些家具啊什么的 是需不需要就是特制一下 因为一旦 是吧 一言不合 塞了 对这个还是还是得回去 还得重新都修一下 哈哈哈 真塞过呀 塞过 塞过什么呀 好像地板塞过 哇 地板塞了 桌子塞也就算了 把地板都能废 楼下的住户还好吗 很好 哈哈哈 接下来马上第二个问题 谁想问 又是那么多人举手 哈哈哈 呃 大家都有好多问题 演习来问吧 好 余硕姐您好 呃 据说您在加入 国家队很长一段时间里 呃 开始的时候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那我想知道 您在这等待的这十年里 您着急吗 呃 嗯 嗯 着急不能说是着急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淀吧 因为柔道运动员不是说三五年 你就能 可能能达到那个那个程度 因为他需要 你去悟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十多年来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沉淀还是 谢谢 谢谢 谁都会有这样一个需要被大家认可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往往是我们最辛苦的过程 虽然自己知道柔道需要一个沉淀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周边的人可能不理解 甚至有一些媒体或者观众不理解 说他你看 国家队待那么久 也没出什么好的成绩 会感受到这方面外界给你的一些压力吗 也有 其实以前那段时间其实也有很多 不是说媒体这方面 就是有很多教练啊或者什么 就是觉得我不行啊 我不适合这个肯定也走不远啊 是这样的也是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 越是有人看不好的时候 你越应该证明自己 越应该沉淀下来去证明自己 对 其实我觉得 我听完了于教练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内心当中也是有很多想法 因为我自己出道这么久了 也很多人觉得 刘伟你红不了啊什么的 就觉得你不要出来做艺人了什么的 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啊 我觉得这个坚持才是奥运的精神 我觉得并不是说最后拿到金牌 才是最后的结局 就算今天我拿到金牌了 我的未来难道就放弃了吗 并不是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因为我也是经历了这些东西以后 真的觉得过程真的是 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很好的一个经历 就像我父亲 其实我父亲当时支持我练体育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让你练体育不是为了 让你取得多么好的成绩或者怎么样 只是为了历练你 就是说你如果能把这个体育这条路走走好 坚持住 你以后干什么事情都会很好的 因为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往往一遇到小困难 就开始 退缩了 对 要不退缩要么怨天尤人 他没有想到会把这个动力转化到自己身上去继续往前走 你告诉他们你最难最沮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是我之前因为受伤嘛 前交叉刃带就断裂了 然后就是需要去做一个手术 因为当时正好是上届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因为当时也在国家队备战 也是有希望 但是就是因为经历这么一个伤 你做手术以后怎么样要恢复半年以上 因为那会什么都来不及了 所以就没有参加成这个伦敦奥运会 然后呢 13年隔一年就是全运会了 当时我就觉得我参加不了奥运会 我一定要把全运会参加好 一定要证明我自己 我不能就因为这点事就败在这上面了 所以还是有这份信念吧 看看下一个问题 谁想问 再提醒这个巴西的姑娘 达达 达达 你好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柔补运会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有很大的可能性 让他瘦运会 我想问 为什么你选了他 其实我小的时候 一开始是练那个千球的 练千球 然后后来上去尸体校训练的时候 然后被柔道教练发现了 然后让我改行练柔道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在打闹这样扭摔 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就慢慢慢慢喜欢上这一行 然后慢慢走到现在 在那个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家长同意的吧 对 我爸爸是非常支持 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 很支持你柔道 对 为什么呀 他以前摔过中国教 因为中国教可能和柔道有一些相似 对 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对我也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吧 所以 所以还是非常支持让我练这个 他爸爸有一个称号 叫模范家长 哎呦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对呀 对呀 为什么呢 这怎么来的 是这样 因为从小的时候 我从可能打试比赛 绳比赛 全国比赛 只要他能去的 他都是跟着我去 然后会给我背包啊 怎么按摩啊 哎呦 所以 所以 所以全国的教练员啊 运动员 大部分好多都会认识他 所以他一直这么多年 一直这样坚持着支持着我 这次他跟你来里约了吗 没有 我担心太辛苦了 过来三十多个小时 这是 所以我觉得你在家看就行 反正我知道你在支持着我 我知道身后有力量 那你比赛完跟爸爸打电话了吗 现在还没有来得及 刚发了一个短信 反正是 爸爸说什么了 嗯 他就说我是他的骄傲 说不管结果怎么样 他还是觉得我是他最最最最好的 最最大的骄傲 所以 嗯 嗯 我其实我也是 希望能成为我爸爸的骄傲 嗯 嗯 就是 我练了这么多年这个体育 然后您一直这么支持我 在背后给我力量 嗯 我就是真的希望我 可以成为您最大的骄傲 这就是我的 爸爸是你生命当中 那个最重要的男人 嗯 是 他一直是我最重要的男人 但现在又多了一个最重要的 两个最重要的男人 我觉得不久的将来 还会有第三个重要的孩子 谢谢 谢谢 有计划这个要孩子吗 嗯 其实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啊 然后下面不是还有 明天还有一个全运会 完 全运会结束以后吧 然后我们会商量一下看一下 什么时候要一个冠军宝贝 培养者出来再培养再练 对 在你今天录我们整场 非美中国冠军范的过程当中 也有这样一个人 其实默默地陪着你 但他今天一直 用特别关注和温柔的目光 在注视你 从观众戏里找找看 好 欢迎 欢迎御松的先生 张茂红先生 欢迎张教练 欢迎张教练 老婆辛苦了 不辛苦 有你们支持的 我一点都不辛苦 好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却充满了温暖 是 我们期待着在这次里约过后 二位可以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 进行进一步的规划 在下一次的大赛 包括全运会 以及下一届的奥运会上 都能够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 当然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之前余颂说的 他们两个要开始好好的考虑 冠军宝贝的相关事宜了 这是多么温暖和幸福的一刻 哪一刻你可包了啊 哪一刻你可包了啊 必须指定卑美 必须卑美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特别让我们羡慕的余颂一家 谢谢二位今天来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同时呢也特别感谢 面试期间的各位 陪我们度过了这一期的 卑美中国冠军范 记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登微博加入中国冠军范 微博助理团 一起为奥运劲而加油 本节目运动员邀请 由北京华后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